根據員警在西屯陸宇安 和陸口執行取締酒駕勤務 發現了兩輛噪音機車 一經過路檢點 警方是立刻藍停 那麼其中一名二十歲的男騎士 試圖要以口罩來遮掩車牌 想要歸避查氣 沒有想到這時 另一名駕駛心虛闖越路檢點逃逸 停車 快 收起 駕駛心虛闖越路檢點逃逸 警方依道交處罰條例 第三十五條四項一款 重罰十八萬並吊銷駕照 警方依道交處罰條例 開出罰單重罰的十八萬元 並吊銷駕照 而第一輛取締的機車 警方也查出此輛車有改裝機車 節氣門製造噪音 而且騎士無罩駕駛 也當場舉罰責令禁止駕駛 警方表示會持續加強 夜間巡查以及攔查 防範違規的改裝車輛 或是製造噪音的行為 疫情到查獲必定是依法重罰 千萬不要心存僥倖 好痛哩 誰